謝謝比賽主席 那現在是廣告時間 那我先打一個廣告 9月28號 新加坡中華總商會 華語講演會 將舉辦一場座堂會 講題 從評判角度 掌握比賽至勝關鍵 幫助你 呈現一場高水準的演說 分享嘉賓 張銀翔 作業講員 周順誠作業講員 他們是得獎無數的參賽者 更是經驗豐富的評論員 一起來了解 一 評判眼中高水準的 幽默演講 包含哪些因素 二 如何帶動現場氣氛 讓觀眾 跟著你笑 三 如何布置演講中的梗 四 怎樣的開頭及結尾 可以取得高分 五 如何在評論比賽脫穎而出 大家請留意 我們發出的 room 連接時間是 7點30分到10點 晚上 謝謝 還有其他有愧的 會有要打廣告的嗎 大家好 大家好 我來 打廣告 下個星期三 有落實 華語獎聯會敗 幽默金演講比賽 第1次在結陽會館 31號 27 27 時間是 7點到 10點 謝謝 謝謝 來 大家晚上好 來都來了 就不要錯過這個機會了 寡而告知 我是來自最花林華語獎議會的文教 我們9月26號 有好茶 好飯 好的美食 等著你們 大家光明 不辜負美好時光 就是這個月來臨的 9月26號 星期一晚上 我等著你們 所以請你們現在拿出席 或者拿出手機 記下我的電話號碼 我可以預約給你們 預約位置 這樣可以幫你們訂餐 訂美食 9621 2590 一片我看都沒有動 9621 2590 歡迎大家來到我們這個 最花林華語獎議會 謝謝 大家晚上好 大家好 我陳出財來自 玉區華語獎議會 我們是在9月24號 星期四 歡迎大家 一起來觀看 觀摩我們的 幽默比賽 跟渠路比賽 大家一起 學習交流 謝謝 來回應 謝謝思怡 不要客氣 大家晚上好 好 我為我們 L1分區的三個分會 來作為打個廣告 首先 在9月21號 我們最花林潮影 晚上六點半到九點半 有一場幽默演講比賽 歡迎大家立贏 然後 我們9月26號 剛才我們的文獎 已經打了廣告 所以歡迎大家 然後 第三個呢 比賽呢 就是我們 L1 幽默演講比賽 是在10月2號 的下午 1點半到 下午5點 也是在最花林的四樓 對 歡迎大家的麗麟 謝謝 謝謝 大家晚上好 我是 還有哪位有會的 會有需要的 可以打廣告嗎 可以 歡迎 請 大家晚上好 好 好 不要放棄 我們是在9月23號 過年 昨天 獎人會 是在 3號 便宜將會 過後 請大三萬 我們會把這個 廣告 先登在那裡 請 謝謝 謝謝 還有哪位有會的 會有需要打廣告嗎 來請 對不起 剛才我忘了 啥 L2分區的 幽默演講比賽 1點也是一樣 在結言公會館 四個公會 有弱勢雙語 有弱勢華語 新加坡華語和法文言 歡迎你們來美食燒擺 謝謝